三号股市金管会今天宣布推动三项提振股市的措施 包括了开放投资人先买后卖进行现股当日冲销的交易 第二是扩大平盘以下可以融券放空的股票范围 而第三是放宽证券自营商可以用涨跌停板的价格买卖股票 金管会主委曾明宗三号宣布推动三项提振股市措施 首先是开放投资人先买后卖进行现股当冲交易 第一点是开放投资人现股先买后卖当冲交易 这部分我们分阶段开放 第一阶段是开放台湾50指数 台湾中型100指数 还有上贵户贵50指数 第二阶段会在研议是我扩大当中的调避范围 第二项措施是扩大平盘以下 可以融券卖出的标的股 估计新增1000多档股票 还可以在平盘下放空 这部分预计在9月23号实施 第二项是放宽融资融券 平盘以下不得放空标具性质 从现行100指数 放宽融资融券卖出的标准 所以开放为1202档 实施的日期是从这个月的9月23号开始实施 第三项措施是放宽证券自营商可以用涨跌停板价格买卖有价证券 第三个部队是暂行放宽证券商 自营商得以涨跌停申报买卖 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卖 清管会表示 以上三项新措施将有助于投资人避险或策略交易 未来也可增加台股成交量 以及证券自营商的操作弹性 余天TV综合报导